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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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沈家豪 身高178,體重62 現在就讀世新大學傳播管理三年級 那目前拍攝的作品有化學猴子兩支MV 分別是陪在你身邊跟不可思議愛上你 很榮幸可以這次擔任溺愛這部戲的男主角 我在劇中的角色名稱叫做廷偉 那其實是一個壞的小孩 那在學校不太乖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還蠻有可看性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劇中 導演給了我一些蠻多突破的 這個不記的部分 譬如說要怎麼把 說原本就是會的東西 但完全都不會 我覺得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大家可以想一想 誰會用冷水泡泡麵 不礦泉水 對 那其實我印象中最深刻最深刻的 螢幕是 這是秘密 這是結局的部分 這是最後造反的部分 反正就是會有一個 應該說是很 很激動的場景 就是在現實生活中 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了 如果發生了 那個人肯定被受到精神病院去了 那這就是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地方 因為你看得到 你平常生活中發生不到的事 而且這也不是一般的偶像劇 還是電影 微電影會出現的場景 跟這個角色 因為他要怎麼樣 描寫出這個小孩子很壞 然後讓媽媽又很疼他 然後 那種心痛的感覺 你知道嗎 明明就真的疼他 可是他就是這麼壞 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部戲的劇本 把它描寫得很好 所以希望大家聽完我介紹之後 會喜歡上這部戲 想要去看它 謝謝你囉 請你收看 大家好 我是台北銀傳大學 新聞愛社的輔導 這一次因為學校社團的學生 要做畢業製作 所以就邀請了我 幫她這部戲的角色 其實我一開始 並不曉得我愛演女主角 我只知道我演媽媽 其實我覺得 我還蠻適合演媽媽的 因為平常在學校社團裡面 學生都把我當媽媽 一定要看待 那 其實我如果認真一點 我認真一點應該 我的孩子也差不多上大學了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應該不會太難 不是 我就演我自己囉 但是 真正下去演的時候才發現 因為在平常 關心學生 還有代理學生 陪伴學生 個人當中呢 我覺得大人的角色 通常都是比較堅強的 不會讓孩子看到自己 比較穩固的那一面 但是演戲嘛 就要有內心戲 所以我覺得 那個情感 那種比較脆弱的那一面 就 要被迫要把它激發出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難的 因為 要逼真 可是明明在演戲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挑戰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 很正式的參與學生的 副業製作的演出 純粹就是 情義相挺有情相助 雖然在教會裡面 偶爾也會演演聖誕劇 復活劇 但是那個是比較單純一點的 好那 然後談談談劇中的角色 我兒子吧 家豪 其實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我覺得 欸不錯 真的是蠻可愛的小孩 難怪會讓父母親這麼寵她 那 我覺得她演技還蠻多樣性的變化的 所以她很投入 就會讓我跟著一起投入 所以我覺得蠻配的大還不錯 那因為 因為這齣戲 所以我們有免子的關係 我也在想 我們除了演戲以外 在演戲以外 額外的時間呢 也要多多練習 好像媽媽對我們自己一樣 這樣可能會更容易入戲一點 好 那 其實這部戲 拍完了以後 我大概才比較敢去看 那個成果是什麼 因為 因為沒演過戲 對 平常拍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不大敢看 自己拍出來什麼樣子 我就希望導演可以 把那些 不OK的地方 就把它剪掉 然後呢 可以很順暢的 然後來 呈現這畢業之綴的內容 然後 大概相講